有人酒驾上路惹祸了 这是在台中 这个男的他明明就已经有两次酒驾前科了 今天凌晨喝完酒 骑摩托车上路碰到领检 担心被抓 竟然直接冲撞警察 把警察撞到 这个脚掌骨折要开刀 但是这个男的他自己呢 也是违反公共危险罪 还有妨害公务罪 以及伤害罪三罪遗受法办 被撞的原警又脚掌骨折 表情痛苦 贪坐在地上 一同出勤的同事 联盟指挥交通通报119 而肇事冲撞的就是他 江姓男子 喝酒骑上路碰上领检拦茶 拒检干脆骑车冲撞 没想到领检受伤 江姓男子还是跑不了 被一把拦住 嫌犯送半 受伤领警赶紧送医 领警执行公务却被撞上 右脚掌三根指头骨折 开刀治疗 而警方调查 这名江姓男子 因为有两次酒驾前科 怕被抓才会冲撞原警 局地过两次的酒后驾车 怕再被抓到 所以他心里想说 一定要冲过去 酒测值0.71 江姓男子依法送办 但不止酒驾违反公共危险罪 冲撞原警 失上妨害公务 还有伤害罪 贪杯喝酒误事 付出 惨痛代价 中心新闻六人 廉家庆 台中报